會先把這個存在的格式改為文字 那如果本來就文字在改文字也不會影響 反正一定就是文字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你如果說你不希望 程式碼重複的話 那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在這個前面 呼叫他就可以了 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call Marco4 這樣子呢 這個後面刮我不用打 直接就在這邊打 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把它按一個F8 執行的話 他會看到call之後的話 會去看一下有沒有這個副程式 如果有的話會跳到這個副程式去 然後把這兩個動作做完之後 再跑回來 OK 所以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 直接複製貼過來 一個是怎麼樣 一個是直接 就是呼叫他 然後去執行 OK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剛好同學遇到這樣的問題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將來 有些程式 如果你即使不會寫 沒關係 你就先把它錄下來 然後再觀察一下 這個程式他到底幫我做哪些動作 那就根據他做的這個動作 再去修改 你要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先來看 說真的嗎 好嗎 我先來看 我先來看